李亚萍为老公参选卖五间房拼复工 提到嫁女儿嫌鹏恰恰包太少秒变脸,我不收 近日立委不选开放登记 上次民进党竞选失利 身为新北市党部主委的于天 也宣布辞去主委一直以示负责 不过他随即表示要参选立委 让老婆李亚萍和儿子余祥全好傻眼 直呼家当都要卖光了还要参选 今天,17日,早上他登记参选不选立委 先前传出为了投入选举 已经接连赔掉五间房子 现今又因为参选的关系 没办法继续主持黄金年代 让老婆超不爽 不过为了养家还是出来代班 当场呛声老公 没选上就要去公园找我了 据《自由时报》报道 于天出道的早 加上老婆李亚萍更是秀场主持天后 多年来赚了不少钱 除了老公近几年投入选举 已经卖掉五间房子 让他相当有意见 不过为了老公和全家 他也重视主持棒 代替老公担任 黄金年代主持人 对于经济拮据 但是二女儿于怨起要在20日举办婚礼 会不会在意大家红包包多少 吓得在意旁的王彩画赶紧说 于大哥这么照顾我 而且包太少 怕他会在节目上讲啦 保证一定会包出五位数大理 李亚萍一听到王彩画用心 马上忍不住抱怨 直呼蓬恰恰除了人不能到 看到红包 竟然还只包3600元 让他傻眼退回去 也于 红恰恰红包包3600元 我会退给他 不来就不要包谢谢 经济拮据 事实上 李亚萍一家财产丰厚 只是为了儿子女儿 加上近年来因为选举 也花费不少 日前他发现身体出状况 进医院治疗后已无大碍 但对于还要出来工作养家 让他对节目单位开玩笑说 主持费要双倍 就想一次赚回来 哎呀大姐别气了 至少3600也是个吉利的数字 马红包